一名男子在街头拔腿狂奔 重心不稳跌倒在地 会跑得这么急 就是因为在稍早 他遭到一名男子迟到砍伤 后方追来两名男子 其中一人撞上路边乡行车 又急忙爬起来 捡起掉在地上的西瓜刀 而他就是砍伤人的嫌犯 后方赶来另一名男子 两人好言相劝 才让嫌犯乖乖把刀子交出来 三人前去关心 被砍男子伤势 没多久砍人嫌犯 被推进骑楼里 另一名男子拿起手机报警 远警获报后 与建设小组赶往现场 地上留有一把西瓜刀 还有满地血迹 这起砍人事件 就发生在土城区 明德路二段 画面中的四名男子 原来是朋友 却因为在网路上互呛 引起砍人男子不满 才会迟到砍人 应该是刀子吧 刀子对 是几个人拿的刀子 看到的 被砍伤的男子是一名17岁少年 双手跟背后一共三处刀伤 由于伤口面积不小 紧急送医治疗 只是朋友今天因为一时口角 就动手砍人 现在朋友进了音乐 自己也吃上官司 得不偿失 记者侯宇祥 陈志芳 新北市报道 以后 我们下期记者 还有俄罗 我们下期见 您 好